你以前有唱過歌嗎? 是 什麼時候試試? 我說我從兒歌的時候 這次有機會可以唱主題歌很開心 唱歌和演戲很不同 演戲是你很實在地看著你的對手 或者是某一些情節 而去用你的身體的語言去表達 但是唱歌是很有想像的空間 唱得多而慢慢就會愛上了 是很喜歡的 每次進入錄音室都會有得著 你老公有沒有聽過你唱歌? 有 有 他有沒有什麼評價? 他都喜歡聽我唱歌 我常常在家裡自己會唱歌 是啊 在家裡有空就會唱歌 但是這次錄完音 因為我是喉沙 正值錄音的時間 沒有發揮水準 好像我平時的聲音 但是Wolfly的版本展出來 他聽了反而賺 沒有好像平時 有時是太高音了 或者是我一向是屬於高音的 是 用這個方法去唱 就算是可能低了一些半個Key 但是他說感覺是會不同 但是我覺得現在 經歷歲月的磨練 我開始慢慢磨到我的聲音 變了是沒有 沒有 沒有以前那麼飆高音 沒有 你有沒有唱過情歌? 沒有 你有沒有唱過情歌? 沒有 其實是我自己播歌 我常常在唱 晚上有時候 你聽著歌 你會跟著一起唱的 是 那是晚上 有些feel 有feel 有feel 那是夜深 你不要那麼大聲 早點唱 叫你早點唱 這樣說 跟他相處都好像很開心 是嗎? 他都很遷就你 除了叫你早點唱歌之外 OK的 很愉快 你的目標就是 一直想有個 未滿幸福的家庭 要努力 有時候都 好像 我沒有做生意 但是我覺得 好像人家經營生意 都要經營 不要說 大家在一起的時候 忽略了大家的 思想 或者是 想法 都要共同地溝通 共同地溝通 之前不是那麼順利 或者是 那麼 smooth 希望 接下來 現在這個感情 都可以 經營得很好 是 一直開心下去 那什麼時候才公開 你去另一半 永遠都不公開 我沒有想這個日期 沒有關注自己 順其自然 他不喜歡 你不喜歡 他怕醜 他怕醜 搞錯 跟我明星結婚都怕醜 其實很難想像到 如果我們不是這行的人 我不知道他的想法是 憂慮 可能會怕 或者擔心 也不知道 總之尊重他的意見 那你現在 臭小朋友忙不忙 你們兩個小朋友 現在 唉 臭小朋友很忙 是的 還要是一加一 是的 即是不會再生了 通道了 是嗎 我想 不是 你必會 為什麼 撐不住 你還要生了 你要照顧他 又要教他 我分身不下 如果我又教不了 照顧不了 那又要再 有多一個小朋友 對他們兩個都不太公平 是的 所以想多些時間 集中在他們身上